好現在呢我們有了這個課程之後 您就可以記得我們剛剛講就是一定要發布 站外面才看得到 那現在呢就是要建立自己的群組 其實呢現在最近這個改版 因為他上個月才剛改完版 其實如果說老師都沒有自己的課程有沒有 你也可以在群組這邊直接建立 他現在也支援這種方法 可是我是比較沒有那麼鼓勵 因為他目前這個版本 群組的版本 比較不方便共用 所謂的共用是什麼 來我給老師看一下 您看到像我在這邊 我是建了很多很多不同的課程 對不對 也就是我的資料來源有很多 像剛剛老師這邊他上數學課 數學教材您大三高三高二高一 是不是大家都差不多 可是你是不是有可能把這些教材給不同班級上 所以每個班級進入也有可能不一樣啊 搞不好你另外班先上這個再上這個 也有可能 那 你如果說只單純的用課程這樣子 其實就比較不是那麼方便 因為你搭配群組會比較好用 那群組的部分呢 我就可以引用什麼 這些內容 你建立的課程的內容 比如說你看你進到群組裡面 按一下建立 你看又是建立對不對 好 好建立 前面的方法都差不多都一樣好 那一樣如果你覺得這個照片不滿意的 就從這邊來替換藥 好 預設也是私人的啦 所以不會公開 那當老師就提到了 啊這樣的話同學怎麼找得到 你可以來這邊有沒有一個叫產生代碼 這個 好你可以點一下有沒有這產生一個 那如果你怕這個代碼流出去 別人會怎麼樣 撿到就順便進來看一看 你可以重設或清楚 也就是大家的家是差不多的 我就把門關起來了 對不對 放狗咬人了 就不要對外台方啦 對吧 就等於說我 本來我就是私人的嘛 但是呢我現在連代碼都幫你關掉 這樣就沒有人可以加進來這個群組 好 那你看 這樣OK 那麼我們現在呢 你看進來之後 你第一個動作當然 老師需要做幾件事情 第一個 你要把這個成員之外加進來 那他有幾種方法 一個是你在這邊直接新增 比如說我知道他的Email 我就直接新增進來 但是大部分老師大部分都不知道對不對 你也可以用匯入的 有沒有發現他這裡有這個 你就用這樣的格式 就一行一個 一行一個 這裡 給他一個電子郵件 然後因為我不知道學生的那個 性加碼 對不對 你就前面這個名稱 然後後面加小老鼠 就是OneNote.net就好了 剛剛老師有沒有用過訪客 訪客他就是這個信箱 他會自動給你這個信箱 這樣了解 你就一行一個 然後呢 後面就是他的名字 逗點隔開 姓名 那這樣子的話呢 你就可以直接把同學匯進來 因為你要請同學說 一個一個加進來 然後你在檢查說 你有沒有加入我們群組 這樣至少花一節課 真的 如果你沒那麼多時間 你就先幫他加進去 這樣的話 就比較容易 這樣你大概了解這個意思 那當然如果你有其他的 你可以做 就是匯出 好 這是第一個成員的部分 你可以先從這邊加進來 那第二個呢 能看到右手邊 有沒有一個叫任務 對不對 任務 但是呢 你要加任務之前 我們先來看 有兩個方式可以加任務 這裡 你可以從這邊也可以加新的任務 訊息比較沒有問題 就是你在這邊 做的時候公告 公告 那任務你可以從這邊加 從這裡加 或者是從這邊做管理 都沒有關係 那麼如果說老師的 你的內容 我是來自於什麼 我就搜尋公開的 也可以喔 比如說我想要找看看 有沒有跟科學有關的 好 一找 那麼 如果他是屬於公開的那些內容 啊 地球太渺小 好 點到他 這是我要的 加入 有沒有就加進來了 然後他就告訴你 你的這個教材 其實是來自人家公開的 宇宙太陽 地球月亮這個教材裡面 好 那這是第一種方法 直接透過搜尋 所有的公開的資料 第二種方法 我們剛剛有沒有 自己見課程 有 那是你自己的 所以你可以從這邊 有沒有自己建立的 欸 你從這裡找找看 有沒有你剛剛的 喔 你看這裡有沒有 有的 你看 這個主題 這個主題我都要加入 有沒有進來了 如果呢 你是剛剛才想到的 呵呵呵 你沒有用 就是 課程裡面整理的 他 現在這個版本 也可以從這邊直接建立單元 有沒有 覺得看起來好熟悉 對不對 有沒有跟剛剛我們課程的方法很像 不過這裡有一個小缺點 目前 呃這個版本 還沒有 修正好的 就是什麼 如果你萬一你已經選擇了影片名 這個單元類型 假設你已經選好了 那就很抱歉了 待會我們要改的時候 這裡是不能改的 這樣了解 我做一次給你看 好不好 萬一我選的是這個 我隨便給他一個網址了齁 好 然後我就按儲存 好 一樣是不是有進來 你看旁邊有沒有一個小小兵集的 點開 請問我這裡可不可以再改單元類型的 不行了對不對 這樣老師了解它的概念嗎 也就是說 現在這個群組呢 它可以增加沒有錯 但是呢要修改的時候那個類型 你看看一下 剛剛新增的時候是有這個類型 可是修改的時候這個類型就不見了 好 這是第一個小缺點 第二個呢 如果你今天有第二個群組 也就是第二個班級 比如說像老師教數學 有甲班 有乙班 那你現在從這邊直接建立的單元 是可以複製啦 是可以複製 但是就變成說你要複製的方法 就我是覺得這樣重複使用以後 再整理比較不方便 我先把它按新增 你看一下 好對 任務名稱還沒講 第 第一個 好OK 那你要不要開放 我先開放有沒有 那如果老師這個任務有到期的時間 你可以自己指定 好自己指定 好我按新增 好你看我們到任務這邊 有沒有多一個 這樣是不是多一個進來了 好那你就第二個第三個都可以像這樣加 都可以像這樣加進來 那萬一有需要再編輯你就從這邊 你看單元我裡面有四個單元對不對 四個單元那你有需要編輯 就從這邊再來編輯它 萬一這個單元不要你就從這邊刪掉 按錯覺 這樣會不會用呢 好像也沒那麼難對不對 真的真的 那麼 然後 老師呢 當然有說要用到隨機抽的人就是在這裡 但是因為我現在裡面並沒有成員 所以你按這個開始 就只會抽到自己而已 哈哈哈哈 這樣了解 因為你沒有成員嘛 我們現在這個成員只有一個 你每次都抽到自己 這樣 老師群組會不會用呢 這個是蠻不錯的一個方式 他現在新的介面像這樣 那萬一如果老師有第二班第三班怎麼辦 你可以快一點 假設我這個班級已經做好了 有沒有一個匯出 有沒有匯出的功能 你看喔 像這樣子 那我就把這個資料把它做匯出 你看你哪些要一起匯出去 一起匯出去我就按下載 好下載好了 這個放在這邊 那我現在呢 我只要再建一個新的群組 比如說這是第二班 老師因為我現在時間比較有限 所以我講稍微快一點點 但是都有錄影 回去可以replay 你們慢慢看我回家休息 哈哈哈哈 好 那你看喔 這裡 設定裡面 匯入匯入匯入跑去哪裡了 匯入任務裡面 糟糕 我看一下在哪裡 哈哈 這邊 在外面 來抱歉 在群組外面 有沒有一個匯入 有 所以我再從這邊 好 選擇我剛剛那個檔案 他下載一下 在下載裡面 有沒有找到了 好 按開啟 他就問你這些是不是都要匯進去 好 假設我都要匯進來 好 進來 好了 來你看一下我們這裡 所以剛剛你應該是不用先建這個 先不用這個 有沒有發現我這裡 第一班 第二班是他有前面加一個copy 那你只要在這邊把這個內容改掉 把它標題改掉就好了 設定 這個是第二班 好 你看我們的任務 有沒有一起進來 這樣是不是就比較輕鬆了 所以其實說真的 我們看到這邊之後 老師 你覺得我們這種數位學習方式 有沒有比較輕鬆一點 最難在哪裡知道嗎 第一步 老師 第一次要建立的時候最難 因為 從五開始最難 當你已經累積一段時間之後 我會發現 原來 我越跑越快 哈哈 因為越輕鬆 因為你已經知道 這些東西都熟悉了 我是 我可以應用的東西 就越來越多 只有剛開始 什麼東西都沒有之後 叫做 閉路藍綠 所以你看我們三個 也可以學成語 不錯吧 好 所以可能今天時間 大致上先到這邊 不知道老師對我們今天 上的這樣的內容 分享內容 有沒有什麼問題 真的 就只剩下老師回去 玩玩看 那我會再把我們今天上課的 錄影片 我在重點紀老師這邊 那 我也會公布在我們的這個群組裡面 如果老師您覺得 有哪些地方 不是那麼清楚的 隨時回去 把我叫出來 就好了 那如果你有問題 可以直接在訊息裡面留言 訊息 不是只有 管理者可以留 學生也可以留言 我會收到通知 我就會進來看這樣 好 那就今天到這邊 謝謝大家 謝謝